八十八萬五千六百六十五情報宋仲基退伍心急見光珠 2015年5月27日娛樂P44 很多韓星在退伍後都人氣少減 但善良的男人男星宋仲基就似乎沒有這個困擾 他昨日終於正式退伍,吸引大批粉絲 媒體在清晨時分,開始在軍營外等候,二攜圍近兩年 宋仲基對鏡頭並未表現陌生,又透露好友李光珠爭到軍中探望自己 宋仲基作組十一時許輕鬆地步出軍營,並即場接受媒體採訪 精神熱熱的他自爆,我不清楚女團,但在服役期間 李光珠給予我最大的力量,尤其看Running Man 的時候 除了經理人,同時,家人朋友外,我一定要見你光珠 此外,宋仲基爭時RM初期主持之一,說 對這節目的感情非常深,入午時RM仍保持雜集追 加上光珠是主持,所以未知會否演出 大讚變民居色,宋仲基稍作休息,本週就會開始準備與女神 宋維喬合作新劇《太陽的後裔的對白排連》 至於,亞洲各地粉絲亦議論紛紛,正面評價居多 包括期待新作,若能擔任Running Man神秘嘉賓 說不定把其他人嚇到,比以前更碎,有男人味 是真正的男子漢等,觸見其魅力絲毫未減 不過,亦有網友笑說《長頸綠》 《光珠 沒來自不正常》 讚文 阿月編輯 宇魂慶設計 梁正敏圖片 韓星網 《光珠》 《光珠 》 《光珠 》 《光珠》 《光珠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